典兵 祝你修炼 一帆风顺 谢谢你 盛世 这些邪器该怎么办 看我的 勇士地狱的诅咒 使我斗 悠悠 等稀奇被那家伙吸出感情 我们的行踪就会彻底暴露 那就赶在他吸完血气之前 除掉他 果然又是你们 以为躲在黑暗中 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 撒 住手 先帝 让我来 我想看看这柄传说中的神器 到底有多强 好 那这两个小鬼就交给你了 爸爸 妈妈 你也该死 该死的 是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 我也不会死 不错 你想报仇 那来 我敢追 就你还想杀我 简直痴心妄想 免兵 我要 杀了 杀了你 结束了 对不起 爸爸妈妈 我没法为你们报仇了 念平 是 anda 有 团 要多 射下的禁制 我们连试炼的影子都还没摸到 连影子都没摸到 怎么才能开启这个破试炼啊 只有突破了那道禁制 才知道 放映黑五皇的剑制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 他们来了 快走 该死的 要不是我早已炼成了暗鸣分身 今日可能真的要死在你手上 上时 你等着 我会回来找你的 好可爱的小鸣巫啊 谁 爸爸说过鸣巫都是实力极为强大的黑暗魔法师 可是他一点也不强呢 还被那个念兵打得满地找牙 你们是吸血鬼和女巫 正是 天无决人之路 让我在最虚弱的时候碰到他们 刚好用他们来补补元气 那我们就是同类了 我现在元气大伤 你们快帮帮我 明屋都轨迹多端 要小心行事 他现在这么弱 伤不了我 喂 反正你也没处可去 要不跟我回基敬岭吧 好啊 基敬岭是个什么地方 是我家 黑暗种族的领地 你去了 一定喜欢 小子 你激怒我了 我去啊 上空不如沈耀东了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吗 啊 啊 含蝶纸 你以为有蜀光刀我就怕了吗 你不是盛世 不可能发挥出蜀光刀全部的力量 别忘了 你也不是千年前的大分了 你不敢 荣愉极不知 双王乱世 啊 啊 杀 出发 啊 啊 啊 这回是真的麻烦了 嗯 啊 啊 前辈 你刚受过伤 不要使用精神力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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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